台湾同志婚姻合法化的议题 已经逐渐地浮上了台面 而星期六的晚上在凯达格兰大道 也将会举办史上第一次的同志伴桌活动 预计当天将会洗开120席 有超过千人会到场参加 主办单位今天就召开了记者会 请来三对想要成家的同志新人 希望外界能够更了解他们的心神 为了争取同志结婚权利 同志团体7号将在凯道举行伴桌活动 邀约上千人响应 5号主办单位先请出三对新人 分享心路历程 并希望推动多元成家草案 打破现行法令独尊义系列的限制 是要庆祝我们的草案 即将在立法院开议的时候 9月份会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能够看到台湾人民支持多元成家的 一个渴望跟声音 多元成家草案包含婚姻伴侣 以及家属三项并行制度 对交往7年的同志伴侣 Peter和George来说感到非常期待 希望通过民间喜庆伴桌的仪式 帮助草案推动 让他们早日实现登记结婚成家的梦想 用一种比较传统 像我们之前有看中破山那样子 就是感觉有人煮菜啊 然后有菜单 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吃吃喝喝 然后来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蛮有趣 有别以往走上街头游行的形式 这次同志团体选择用传统的扮桌 让支持多元性别和家庭的民众 一同祝福分享喜悦 支持多元性别的合法婚姻权 UGN TV 陈君杰 周思瑜 台北报导 到时候 兴党